请 董事长 您要的背景资料 嗯 走吧 做得好 这个资料基本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有点惨 父母双亡 从小呢是被养父母带大的 父母双亡 董事长 我想起一个人来 唐婉容的女儿要是长大了 也该这么大 好 那她女儿现在在哪儿 英国 当年唐婉容的司机 给她买票的时候 我亲眼见着她 哎 孟总年 这个顾欣妍 她是从哪儿来的 加拿大 那应该是我多想了 找人去加拿大再抄一抄 有必要吗 董事长 小心使得万年船 查清楚 好的 董事长 立会时间快到了 对了 有任务交给你 一会儿开会的时候 你替顾欣妍担任设计部总监 我 我 好了 人都到齐了 现在开会 各部门介绍一下最近的情况 销售部先开始 我刚刚接受销售部 目前的首要任务呢 是将销售部人员 按照工作能力重新编组 重新接受岗位培训 严格执行新的销售规则 严防不正风气在部门内形成 杜绝贪污公司财产的事情 再次发生 财务部 财务部目前的工作中心 主要是在 核算和校对与亚盛违约的亏损 以及和其他各个企业 债权债务的侵查 另外 有部分盈利和亏损的情况 需要进一步合场 设计部是东城发展的重重之重 领头人 还没确定下来吗 设计部是公司的核心部门 三军不能无率 而灵溪系列的后续 需要尽快上市 所以新的设计部总监 需要推动灵溪 我提议 应该在设计部内部 选拔总监人选 董事长 阿瑞娜是国际著名设计师 无论从经历 还是从她的才华 都更胜任设计部总监这一职 而且她的任职报告 已经递到人事部了吧 就是这一块是吗 没错没错就是这一块 这一块 轻言 你怎么来了 听说新总监总马上任 我来看看你 脸色怎么这么难看 我就 大概是昨天晚上没睡好 来 坐 萨琪 为什么新颜又甜甜吃 我没有甜甜吃 就知道你在 给你带了一份 这还差不多 谢谢 谢谢 哎 新颜 你该不会真的 给那假扬鬼子 买咖啡去了吧 不然能怎么样 他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你吗 哎 当着那么多同事的面 给你个下马威 哎 要是我的话 我就偷偷地去打一杯开水 我疼死他 怎么这么坏啊你 我开玩笑的啦 哎 新颜 你跟阿瑞能闹冲突啊 没什么避免不咬的 嗯 这就叫做 一山不容二虎 以前呢 存总监还在的时候 这至少 局势还算稳定啊 现在可不一样了 硝烟四起 哎 我觉得我们家信颜 势必和那个阿瑞娜 有一场正面的冲突 叶小青 李明康现在不在 没有人在我耳边 一套又一套地 分析来分析去 你倒开始神神奇奇地 分析这分析那 分析这分析那 你也不想想为什么呀 我是因为这火热的形式 而是飞速地成长啊 哎 我来东城啊 设计水平 进步得不算太多 但是呢 这眼观六路 二听八方的本领 那可是层层地往上涨 厉害 你真的是太厉害了 太友 好 谢谢你啊 你放心吧 我没事 你确定没事 我确定也没事 要记住我们的灌犯精神 加油 加油 留给你们吃 我先走了 拜拜 拜拜 他该不会是在追你吧 追你个头 哎 那不对啊 那 他不是追你 为什么老往咱们设计部跑啊 哎呀 该不会是 为了追我了吧 我听说阿瑞娜已经被内定为 设计部总监 林总 是这样吗 我从香港把他带到上海来之后 已经对外宣布了 他将负责灵溪系列产品 至于设计部总监这个职务 向来都是公开透明的 我只是把人选提供给董事会 共参考 好 既然刚才孟总监提到设计部的新人 那咱们就说说 林希的设计师顾兴颜 刚刚在香港拿了奖的设计 就是她的吧 这么好的一个总监人选就在眼前 林总怎么能视而不见呢 设计部的总监 不光要衡量设计能力 还要有管理水平 在这一点上 阿瑞娜比顾兴颜更合适 管理能力可以培养 但是东晨绝不能含了员工的心 不能过河拆求 不然今后还有人愿意为东晨流血流汗吗 董事长刚才说的这些 都不是选拔一个设计总监应该考虑的 希望董事论事 不要带个人感情色彩 既然无法说服林总 那就以后再议吧 下一个议筹 下一个议筹 刚才的话 董事长 订得不错 还是您计告议筹 压下了对阿瑞娜的任命 设计部从前是铁板一块 这么久了也该撬出裂痕来了 对了 有时间去接触一下顾兴颜 谈谈底 好 这李卓然到底打的什么主意啊 他想要复制顾兴颜这个新人 以此把手 顺信设计部 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呀 我这也是会前刚刚才知道的 你说你这个时候把阿瑞娜弄过来 你就不怕顾兴颜倒向李卓然那一头吗 李卓然让我调查顾兴颜的背景 还要派人去加拿大调查 是吗 他的背景怎么了 很干净 一个加拿大的孤儿 一旦李卓然百分之百确认 他跟你不是一个阵营的 他是必要拉拢他加入他的团队 你现在需要我做什么 你现在就是要尽力帮着李卓然做事 而且一定要做好 这样才能取得他的信任 其他的事情不要考虑太多 其他的事情不要考虑太多 刚跟东城监狱的时候还是一个三线的小演员 这摇身一变 成为一线大明星了 对了 你知道吗 曲曼主演的电影入围甘娜了 他很快就要现身甘娜哄谈 是吗 不过咱们跟他的合约也快到期了 虽说这任事部的命令还没下来 但是我觉得这总监的人选肯定早就内定好了 这年头 有能力被埋没的人还少呢 他们上座也不怕打击我们工作热情 信任 我觉得你付出了这么多 没有得到您有的回报 挺心塞的 这个社会有它的规则 必须要遵循 再说了 我这么努力又不是为了当上总监 我是想让东城蒸蒸日上 况且我一个小小的助理设计师 的确没有道理一步登上总监的 嗯 嗯 孟总监 你来吃饭啊 对 我那边还有朋友 没事 你坐着吃吧 哎 孟总监 我是那设计部的 不租我些啊 瞧瞧你啊 这汗蓝子都快留在盘子里了 哎 你们说 这岁月是不是把孟总监给忘了 哎呦我去 你够了 欣妍 嗯 我才反应过味了 你可以啊你 嗯 我真以为你要放弃这总监的竞选了呢 没想到 真是留了一手 一会儿吃完饭 吃完饭我回去就看 好好好 什么意思啊 谁不知道孟总监是董事长面前的红人 有董事长给你撑腰 还愁坐不进那间总监办公室吗 哎哎哎 你可别给新闲出私务主义啊 求你了 怎么就私务主义了啊 你想在那个 嚣张跋扈的阿维拉下边工作啊 我还不想呢 欣妍 别听她说 那个孟萧萧啊 最开始只是销售部的一个小小的销售员 后来董事长亲自提名了她去了公关部 短短两年啊 从一个小小的助理 就做到了总监的位置 这速度 公司里啊 到处都在穿 说不清不楚的 你看你那八卦的样啊 你就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丛 你少在这儿抵辑我的女神 还女神呢 多吃一点 就是饭不错 好啦 一人一个 都给你 都给你